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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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下地去了 小夕 这饭都不吃 咋下地干的 我不饿 来来 拿着个磨 快点 来 走了 小心点啊 这妈这干啥都急急火火 知道了 回去吧 美兰 灿灿 灿灿 美兰 灿 你们操了真真实 小夕 你咋才来啊 别提了 耽搁了一阵 不过还好 没耽误事 行 那就赶紧走吧 再不足就晚了 对对对 走走走 小夕 咋了 这儿 对 这儿 看 我就在这儿呢 快带上 带上 怎样 好看 走走走 走走 美兰呀 最着急了 正是 要不然赶不上了 快点啊 怎么可能赶不上啊 人家车呀 都是有端次有点的 那我也得快点 停停停 摩托手 怎么跑呢 快快快 不是吧 先躲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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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走 谁呀 谁在那儿呢 我 我 我 王小夕 哥 你别下来啊 我 我接手呢 行 行 你快点啊 我有话问你呢 啊 问我啊 啊 小心啊 咋办 没事儿 我上去 你俩藏好了啊 嗯 头踢下来 哥 真带劲啊 骑上摩托车了 哎 除了明天跟美兰订婚嘛 总归得置办点像样家的 嗯 二手不吃钱 哎 看见我家美兰没 美兰啊 嗯 没见 沈子说这一大早就出去了 这能去哪儿啊 呀 我想起来了 昨天美兰跟我说 松鼠妆新开了一家理发店 你说她会不会去那儿 弄头发去了 专业呀 没准 嗯 正好 我刚好也去弄头发 去吧 慢点儿啊 哎 慢点儿 哎呀 米亏我聪明 高 Angry 高 高 我的花婆婆 你咋跑人家的 你跑这儿来下蛋来了你 你说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你这么没良心 我为了你半天 跑人家来下蛋 去 给我回家了 你干啥呢 我拿鸡蛋的 你这是拿我家鸡蛋干啥呀 这是我家的鸡蛋 王淑莲 我们家的鸡在你们家 下了这么长时间的蛋啊 你们家的人 吃了我们家多少蛋呢 这才几个呀 你是说的 还差点远呢 不是 你干啥呀 刘芳梅 刘芳你干啥 你拿了我家鸡蛋 你还往哪儿去呀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别拦着我 你 我还以为走不了了呢 吓坏了吧 那你别遭留下来 明天订婚了 我才不呢 我要这么早嫁人 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就是 咱们这大好青春 为啥忘记那些青瓶装啊 嗯 说不定 我们的白马王子 就在远方 我 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的过来一分钟 刘芳梅 刘芳梅 你 你抢着我家鸡蛋 你干啥呀 你躲开 你放手 你躲开 放手 你躲开 这是我家的鸡蛋 我家的 你拿我家的 你干啥 你这是我家的鸡蛋 我家的 妈 这是我家的鸡蛋 这是我的 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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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儿 你看你们这是干啥呀 她抢我家鸡蛋 是她抢咱家鸡蛋 是我的 我家的 这是我家的 是是是 这是我家的鸡蛋 听我说 妈 千篇你快来帮我 她抢了鸡蛋 是 是 是 我给你 我给你 你干啥 王大同 不是 千篇 咱得去办 你咋 我可是女的 你还想动手啊 这是我家的 没 没 没 你快冷静 还说 你别比较 我给你 妈 到了深圳以后 第一件事 我就要站在海边 照照相 你说那是小梅沙吧 对 还有世界之窗呢 对对对 世界之窗 咋啦 摩托车 不会是牛二乐又来了吧 附近村子有摩托车 的又不是她一个 你怕啥呀 那万一是她呢 行了 灿灿别说了 快带着美兰新躲起来 就藏呢 走走走 慢点啊 真是的 二乐哥 小夕啊 赶紧给我回去吧 你妈被人打了 啥 啥啥呀 赶紧走吧 那我是得回去 我爸玩事就回来 你是跟谁说话的 没谁 赶紧走吧 哥 快走快走 那去坐好啊 赶紧 咱们现在咋办啊 咱们走咱们的 小夕搬完家里是会来找咱们的 走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 就是了 你咋不讲道理了 我咋不讲道理了啊 我家的鸡仔他们家下了多少蛋 你们知道吗 还我不讲了 你这 起来 起来 妈 起来 小夕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有你们这什么事啊 姐 婶 你们咋把我妈 伤成这样 你别倒打一耙啊 是你妈她先抓的我 都把我这胳 把我胳膊都给扭了 我没有 就是 咱走 等等 婶 姐 这事没有说清楚之前 你们谁也不许走 你妈的事你别赖我 你要是赖我 你哥还打我了呢 我可看见了啊 人王大东根本没打你 有人了 你要在这儿乱放屁 让你也娶不上媳妇 娶不上 震震 这车马上就要到了 一天可就这一趟车啊 要不咱不去了吧 不行 咱们好不容易跑出来 如果这次不走 咱们再走可就更难了 这鸡蛋 你要拿走就都拿走 但是一码归一码 你们打伤我妈的事 必须得赔 医药费 交通费 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 都得赔 哎呀 废 废 废 你干脆把我们家 都废了得了 咋回事嘛 这这这这 这为了几个鸡蛋 这这 咋还打起来了 这这 杨书记啊 你得给我们评命理啊 您说我们家的鸡蛋 他们家下来 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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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我刚才在外面 都听到了 她婶啊 鸡蛋呢 你可以拿回去 小夕妈呀 要不然这事就算了啊 那不行 那我妈现在伤成这样 以后要有啥后遗症 咋整啊 小夕 就听书记的吧 妈没事 妈 小夕 要不就听妈的 小夕 小夕 婶 我家美兰呢 婶 书记 这心里边还提到 你家灿灿了 灿灿 发车了 赶紧上车 大家都散了吧 没啥事了啊 回去吧 回去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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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吧 回去 回去 回去啦 小儿 你咋来了 王小夕 我家美兰呢 儿子 等等 等等 让我问清楚了再说 小夕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赵二愣明年跟美兰 都要订婚了 你把灿灿跟美兰 窜户到深圳去 去打什么工吗 你这这这 婶 其实美兰她自己要去 王夕 你刚在路上骗我了是不是 二冷哥 叔 婶 美兰和灿灿 不是我窜头去深圳打工的 这个事是我们三个人 一块商量的 我们都觉得自己年纪还小 结婚有点早 所以 想去深圳打工 攒点钱 回来过好日子 王小夕 你现在告诉我 他们往哪儿去了 我现在就去追 追上了没事 追不上 我跟你没完 他们现在 应该坐上火车了 就飞坐飞机啊 你咋把大人当过年了吗你 小夕啊 我可要警告你啊 我家灿灿和美兰 要是出点啥事 吃不完啊 你给我肚子走 叔 没事的 我们都说好了 他们到了会给我打电话的 放心吧 打电话管屁用啊 我要我媳妇 妈 你别愁了 不就是红眉省和清明姐 来闹腾吗 这事都过去了 再说了 你也没受啥重伤 我本来想着 我跟美兰还有灿灿 去深圳打工挣点钱 好让我哥 风风光光地把嫂子娶进门 咱们一家 和和美美地过好小日子 你说你这样 我还咋放心走吗 热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想走啊 小夕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家在清平庄 小门小户 咱家要是出了事 没人帮咱 只有全村人看热闹的份 你说说你 咋就闯了这么大个祸呢 妈 你能不能不要自己吓自己 这咋叫祸嘛 美兰都跑了还不叫事啊 人家明天要定亲的 韩志生你咋算完吗你 我觉得二愣哥这个人 挺大肚挺讲道理的 王小夕 讲道理大肚的人来了 王小夕 小夕 这这 这二愣妈你别着急 说不定你不是来闹事的吗 王小夕 你这这 王小夕 二愣哥 你这是咋了 我来要我媳妇 二愣哥 咱白天不是说好了吗 说啥好了 你那些话唬得了别人 唬不了我 就算美兰打电话回来能咋样 她还能回村里头来呀 她要是回不来 我这辈子就得打光辟啊 二愣 你先别上火啊 婶知道 这个事都怪小夕 听婶一句劝 先回去吧 有啥事明天再说好不好 是啊 我不能听你的 王小夕 你现在要帮我媳妇找回来 我今天 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喝多了 那赖咱家不走咋办呀 哥 你别管他 他要愿意在地上坐 就让他坐 他要不嫌凉 就让他睡一晚上 走 妈回睡觉 这地上还真有点凉 我得回屋睡啊 那是小夕的房间 不是我 不是我 我 还是床上舒服 妖儿了 打今天起 我就住你们家了 吃你们的 喝你们的 有能耐 你们就伺候我一辈子 这这这 你不能在小夕房子闹上 打动 你再打 我就拿票子 往脑下砸了啊 还塞得下 塞得下 妈 妈 小夕 嘘嘘嘘 妈 你们干啥呢 你说啥呀 这些东西不得锁起来呀 对对 小夕 你看 你不是说 妖儿能打动吗 没事吗 什么闹子咱家来了 你又咱办 等他睡着了 你把他扔出去 我不敢 妖儿能那里人 啥事都能干得住 他万一拿酒瓶子 真往头上砸 那那麻烦就打了 你说你在这儿怂呢你 我小夕啊 这个事说起来 错在咱们 女孩能愿意在这儿待着 就让她待着吧 小夕啊 明天你就去深圳 去把美兰给她找回来 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 好 现在睡觉 妈 你看你能打她心真大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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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声 我为啥小点声啊 我光明正在自己家里吃早饭 我凭你啥小点声 别老瞪子 这都吃上饭了 怎么没人喊我一声呢 小二 大栋 昨晚睡咋样 我在小夕屋睡得可好了 小二这发高你蒸的 蒸得太好了这是 不是啊 你 牛儿了 你在我们家睡上了 还要在我们家吃上了呀 我昨天都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要我媳妇一天不回来 我就在你家吃一天 喝一天住一天 你能帮我砸 小夕 小儿 你赶紧吃啊 周一会儿不吃都凉了 不好吃了 快吃 你到底想干啥啊你 牛儿了 我啥也不想干 我就想要我媳妇 小青干啥 我要告他去 我就不信了 他这种人还没人管了 告告告 我这家等着你 我到南方打工 赚钱给你和孩子花 谁让不让我去 你就不让人去 那现在 就是老子活慢点的 哪家男人还在家里 不都出去了吗 我还不知道你有点心思啊 南方 那可是个花花时间 你去了 那肯定要学派 大嫂 大嫂 你不要我跟妈怎么办 怎么办 你说呀 你说呀你 大嫂 大嫂 先住手 好好说话啊 先别动手 你还给评评理 这臭男人 他又去南方打工 听说呀 南方 灯红酒绿的 什么人都有 我不让他 决了我有错吗 错了呀 嫂子你听我说啊 这打工有啥错呀 那乡政府的干部都说了 没错 那能错吗 再说了 周围村子里 那么多人出去打工 有几个变坏的 没有吧 说得好 大嫂 现在南方的省份 普遍比北方的省份 经济发展要好 特别是广东深圳那边 他们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 我听说 在那边打工挣的工资 是咱们这儿的好几倍呢 要不大家都出去打工呢 再说了 人家哥想挣钱 不还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吗 刚才谢谢你啊 我请你吃饭 你认识那两人吗 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不用谢我了 更不用请我吃饭了 那不行 我要感谢你的仗义相助 真的 不用 你看 肚子都同意你吃饭了 脑子得跟着走才行 那好吧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就喝了一碗粥 走 给 慢点喝 咋了 没有 是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太着急了 怕你烫着了 烫 那吃一下就喝了嘛 笑 就喝了 起我点烫 慢点喝 嗯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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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家小夕不是 够过去了吗 人呐 是不是没找到 够的地方啊 小夕脑瓜子多活坏 她要找还能找不着啊 我下地干活去了 你去吧 你只要不害怕你回来 这鸡棚子没了 你就去 妈 大东 那你就留下吧 让自己下地去 婶儿 快去快回啊 我中午还等你做饭呢 亏你提醒我 我差点给忘了 我来找你们 就是来告状的 我们村儿有个人 叫牛二愣 那简直就是个 泼皮无赖 她说美兰是 其实美兰也不算 是她媳妇 美兰 灿灿 我们三个人从小 一块儿长大 美兰小的时候 跟这个牛二愣定了亲 可是美兰并不想嫁给她 所以我们三个人 就想着去深圳打工 我是柳树香 乡政府党政办的主任 我叫李一新 李主任 李主任 你还管告状的事儿呗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 我们乡政府的人 都有义务管 咋还真瞎弟弟来吧 你说这牛二愣赖得咱家不走 我这心里头乱得很 干点活还能查心慌 别干了 回去吧 这事儿马上解决了 小夕还真的去乡里告状了 乡里的主任在咱家 让牛二愣搬出去呢 走 回去看看 你慢点 别摔了啊 乱闲了 我想大道理 你跟你说 你想 你帮我媳妇找不回来 你哪儿两个哪儿待着去 牛二愣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人家牛美兰 有选择婚姻的自主权 你有什么权利 让她回来给你成亲 再说了 你要是真喜欢她 你去深圳啊 在她身边打工 这样不是更好吗 孟小夕啊 什么 我们家美兰去深圳打工 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呢 没有啊 她就是去赚钱那个 攒嫁妆嘛 你没骗我 我 我骗你干啥嘛 你没骗我 你刚才打他一下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别别别 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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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孟小夕 我们家美兰要是跟我分手了 我跟你拼完 美兰吗 赶快到村委会来接电话 美兰 蔡蔡 我的电话 孟小夕 那是美兰给我的电话 你没事 你没事吧 喂 美兰 美兰 书记家咋没声呢 你拿着电话 站着线 美兰 咋打过来 放放放放 喂 美兰 我行李呢 不是我行李事 啥 汽车站的宣传栏上 我没看见呀 你咋那么多废话 喂 美兰 这不是说好咱俩今天订婚吗 你怎么被窜出去打工呢 美兰 我不同意啊 我看不上别人 我只跟你在一块儿啊 你快回来吧 这订婚的事可以缓一缓 我能等 喂 喂 王小夕 女儿 听我说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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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你 女儿 你听我说 你女婚的事跟小夕没关系 你不要什么责任 都往她身上推行不行 你躲开 你躲开 女儿 二愣 别着急 有事慢慢说 慢慢说啊 李主任我跟你说不着啊 王小夕我问你 美兰为啥要跟我分手 二愣 二愣 别忘了 二愣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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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愣 二愣 你听沈说 你听沈说 二愣 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小夕她还小 不管她做错了啥 都是我没交好 你冲我来 小夕啊 王小夕 这事我跟你没完 你让我没了媳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二愣 你这个泡皮 你啥时候才能干呢 你这样的话 美兰打架给你呢吧 杨说起 你就别在这儿 祸悉泥了 我跟梅兰分手 那都是因为王小夕 刚才小夕没关系啊 回家 回家 二愣 咱 咱先回家 回家 回家 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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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夕 我告诉你 你让我没了媳妇 你就得给我当媳妇 行了 行了 二愣 你听见了吗 这 这 成这么大动静 我不想听见 都难哪 王小夕啊 这回算是惹下大祸了 那牛二愣是谁呀 你看这王小夕啊 那么抓歪里的一个人 这回只有让牛二愣 这种人哪治他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没帮上什么忙 不过你放心 我回去接着想办法 一定会让牛二愣 离开你家的 已经很感谢了 李主任 你也别太着急 杨书记不是找个村干部 去商量了吗 说不定很快就有办法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那我先回了 好 路上慢点 行 你听听他这呼噜打的 他就这么赖着 这这啥时候是个套路啊 小夕 你明天就去深圳 找灿灿他们吧 妈可坚决不能让你 嫁给这个牛二愣 我才不会嫁给他呢 要不然你现在就走 我这就叫你哥 送你去火车站 妈 我走了 你和我哥咋办呀 他不会把我和你哥 咋样的 你要是不走的话 妈这心天天都得揪着 妈你别劝我了 只要他一天不离开咱们家 我是不会走的 老板 谢谢你了啊 甭客气 好干部 我家没有地 酒没有饭吃 你们政府不能不管吧 大嫂 你先别拽着我 这事乡里边 已经给你们解决完了 剩下的 带你们村里边协调 你拽着我也没有用啊 那要不这样 你等我处理完工作 再来跟我说行吗 不行 大嫂 大嫂你松手啊 嫂子 没事吧 你放开他 打死你 你放开他 你还给我过来 嫂子你过来 你咋还动手打人呢 我打人 你打人 你拼谁打人家女人啊 你啥时候看见我 打女人了 我亲眼看见你打女人了 嫂子你没事吧 盘彩虹 我问你 我到底有没有动手 打你啊 小夕 好干部他没有打我 他真没打你啊 他真的没打我 青天了 我到底有没有动手 打他呀 那对不起了 同志 刚才我那个角度看上去 就像是你在打他 好干部 我的事还没解决呢 你咋就走了嘛 小夕 你到乡政府来干啥 还不是因为那个牛二愣 赖在我们家死活都不肯走 那你赶快去办事吧 我也回去了 你好 你好 姐姐好 我来找李主任 小夕 李主任 你来了 哦 来 坐这儿 好 六盖事 倒杯水 哦不用不用 我不喝 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就想来问一下 牛二愣那个事情 你想到处理方法了吗 你放心 你的事情我已经联系好了 这两天就能解决 你回去等消息吧 还有 跟牛二愣啊 千万不要正面冲突 笑脸相迎 她总不会打一个 笑脸的人吧 我现在每天都对她 笑嘻嘻的 主任 这个麻烦你签一下字 好 你还有工作要忙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了 我送送你吧 不要乱厉主任 谁是牛二愣啊 好干部 好干部 这是王小夕家吧 是 是我家 有人报案说 牛二愣非法闯入民宅 赖着不走 犯了非法侵入民宅罪 我们是来带她去派尔所 问询的 啥是 非法入侵住宅罪啊 非法侵入住宅罪 就是指 违背住宅内部成员的意愿 或者无法律依据 进入公民住宅 或者 进入公民住宅后 经要求离开 而拘捕离开的行为 牛二愣的行为 已经属于犯罪了 还能坐牢吗 犯罪肯定要受惩处的 这种情况呢 法院会根据案情的 轻众来量刑 一般这种情况 会处于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 那就是牛二愣 好 王小夕 这牛二愣 要是以后再敢来找你 立刻告诉我们 好 走吧 好干部 好干部 谢谢你啊 给我们家解决了 这么大一个麻烦 谢谢 太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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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这个无赖 给亲出去了 就是 就是 太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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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夕 你害我没了媳妇 你对我不忍 也就怪我对你不忍 还没完了她 我可以外头闹啊 抱歉妈 有能耐 白天她一见警察就跑了 再让警察来 要不我还是走了 我走了她心许就好了 你走了 她不会骚扰我个妈 这个孙 小夕 妈支持你走 你要是不在家 她也没理由折腾我和你哥 要不然村里人 也会对她有意见的 走吧 妈说得对 她现在不敢随意地 赖在咱们家了 家里最起码是亲近的 我要是走了 她也更没有理由跑到家里来纠缠你们 那好 你明早哥送你 你哪舍得让我大黄贝呢 妈 小夕 来 来来来 我都看了不在 估计是累了回去睡了 小夕 你哥还要结婚 妈手里剩的钱也不多了 妈 我有钱 哥 你拿着 就你那点钱在外哪儿够用啊 得跟妈争了 妈 快走吧 一会儿流浪愣来了就走不了了 妈 都怪我 没事 没事 你不怪你啊 妈和我哥都不怪你 这咋了 你别哭呀 行了 在外注意安全 听见没 妈 放心吧 那我哥竟然送你吧 你别送我了 你在家守着 万一牛二愣来了 又闹咱们 妈 我走了啊 别哭了 注意安全 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走了 注意安全啊 nutrients 别哭了 talks四个干吗 ʷ我今天就要去深圳了 所以我来跟你 和郝主任道个别 Zimmer decreance 让我们着比 ellow 小夕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啥忙 这边说 你看见屋里长椅上 躺的那个老太太了吗 看到了 是我昨天晚上遇到的 整个人迷迷糊糊的 我问她家在哪儿 家里有什么人 都说不清楚 上次你帮我劝嫁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在处理基础问题上 有自己的办法 我妈说了 我性子好 大家都爱跟我说心里话 行 那我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你醒了 现在能想起来 家在哪儿吗 家里还有什么亲戚 有什么联系方式吗 冷不冷啊 这手那么凉 我给您测测 你再好好想一想 那我不着急 奶奶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咋跑这儿来了呀 这 这 这就这么披着不冷啊 穿上 穿上 这是她奶奶啊 不是啊 演戏的 演戏 把腿放下来舒服 你看你的头发这么好 这要是把头发洗干净了 我奶奶一定是个漂亮的老太太 有秩序 李准 我能在这儿给你奶奶洗个头吗 在这儿啊 对呀 办公室 啊 去我宿舍吧 哎 丽娜 哎 小刘 看这么多东西啊 哎 她拿去啊 别提了 这不昨天晚上 跟我们主任碰到一老太太 糊涂了 连她自己住哪儿都不知道 这不还得给她弄点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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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点好事真难 你们也真是辛苦了 那我也做了好事 从传达时帮你拿的信 你这个男朋友够神秘的 还递着内向 别瞎说 不是什么男朋友 要不说你给我放桌上吧 我不去找公司 掉了 你走慢点 要不要 这还怎么走啊 奶奶 你这个腿啊 就是走路走多了才会疼的 跳不动了 奶奶 你会跳舞吗 正月时无耍社会 那你记不记得 谁带你去看那社会 儿子还是闺女 在哪儿看的 主任 快快快 搭把手 你拿包子干嘛 我刚刚不是说给你送吃的吧 太好了 这 李主任 这是我根据刚才 跟奶奶聊天时候的信息 我给整理出来了 你还能不能 通过这个找到她的家人 有这些信息就太好了 真的 这脑子连她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她说的话还能信吗 小夕 小夕 我现在去派出所查查 啊 主任 有鸡蛋羹啊 小夕 拿给她来吃 奶奶 吃蛋羹吗 看 谢谢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吗 不客气 我们应该做的 对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的 就送到这儿吧 好 奶奶 小心好 妈 咱走吧 慢点啊 小夕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在乡政府工作 有没有想过在这儿工作 我能来这儿上班啊 当然可以啊 最近有个机会啊 乡里要招协助基层工作的人员 可是我要来这儿上班 跟在家没啥区别 牛二愣还是能找到我 我还是去深圳吧 离我们家越远 对家人越好 我就是觉得 你要是走了挺可惜的 你要是在这儿工作 说不定大牛二愣就会变好了 王小夕 你行李浪里办公室 这次真的谢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跟主任这会儿 可能还忙着呢 你这要出远门啊 没耽误你事吧 没有 谢谢你了 同志 你叫我越干事就行 谢谢你越干事 对了 李主任 我这就要走了 你帮我跟好干部 道个别吧 替我谢谢他 把牛二愣给赶走吧 你放心吧 这话我们一定替你带到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主任 今天接待县领 主任 今天接待县领导 张书记让你去接他 他那车半路抛锚了 好 走吧 好 装备车 你俩赶紧上车 你们俩赶紧上车 你俩赶紧上车 抢包了你 赶紧上车 哪儿呢 博此 博此一路平安 有能耐 吹客车去啊 好干部 嫂子 为了你家弟的事吧 我已经联系了 村书记杨康 他会帮你解决的 你回去找他就行 你们这不是 在护弄我的吗 我家一家三口 两口人没地 让我吃啥喝啥 不是 我们这不是正在协调吗 那你先回去 你今天要是不帮我 解决这事 我就跟你们呀 在这儿耗着 我不 我不解决这事 我不 你走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起来吧 我不起来 不是 你的事需要解决 确实需要时间啊 你不给我解决 那就不起来 张处军 我下车去看看 一定要妥善解决 别计划矛盾 明白了 嫂子 你先起来吧 我不起来 不是 你的事需要 李淑媛 小夕 你等我一下啊 我有事要处理 你先起来好不好 天兵 来 什么情况 这塞黄嫂子 因为弟的事 赖就不走 李主任 小夕 这是咋了 对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别提了 刚要上车 这心里被牛二郎 给抢下来了 就没走成 我着急处理这事了 不起来 我跟你说 大嫂 你先起来好不好 我能帮你帮我吗 大家都散了吧 都散了 都散了 你认识她 我们一个村的 能行吗 太小瞧我了 不起来 我救不起来 我不起来 我救不起来 你们给我解决 救不起来 小夕 你来干啥 不是 你干啥呢这是 赛花嫂子 我跟你一样 我来讨个说法 金兵 先等等看啊 小夕她有办法 你讨啥说法 还不就是 牛二愣的事 牛二愣不是 从你家搬出去了吗 就是这个好干部 他带着派出所的同志 去我们家 把牛二愣给撵出去了 那他咋光帮你不帮我呢 嫂子你别着急 我还没有说完呀 这个好干部啊 是把牛二愣 从我们家给撵出去了 但是他只解决了表面问题 根本问题 郑出去 你先别着急 这事情马上能解决 怎能又做下一个 特谁啊 他是咱们乡青春庄的人 做青春工作很有能力的 嫂子你说得太对了 这个好干部啊 人是不坏挺好的 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啊 确实不行 你们这 是不坏挺好的 是不坏挺好的